亲爱的笑笑 小顾 不知不觉已经七年过去了 如果你们此刻正在一起 拆开我写的这最后一封信 那么 首先 要祝贺你们 走过了七年之遥 都说七年是婚姻的一道坎 你们能在一起走过来 我也就基本能放心了 就像在你结婚前我说的那样 爱不需要刻意学习 或者魔力 只需要你们相信 愿意付出 婚姻却需要经营 在我和你妈妈结婚的时候 你爷爷送了我们四个字 如今 我转赠于你们 莫忘初衷 现在 你们过得幸福吗 爸爸 你放心吧 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每天都很开心 每天都很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